像气候变化下 它不单单是气温升高 这样一个单一的因素在变化 那么局地的空气污染也会上升 所以我们当时探讨的第一个科学问题是 在未来气候变化下 极端高温和臭氧中污染 这种复合趋势会是怎样的一个变化 然后我们发现在未来 如果我们不去积极地应对气候变化的话 那么跟我们2010年代这个基线区相比 到本世纪末 高温热浪和臭氧中污染的复合暴露的 发生的情况会是基线的14倍 那么暴露的人口的会达到基线期的26倍 那么第二呢我们又去想了想说 那在这样一个趋势下 它的健康影响的疾病负担又会怎么样去变化呢 我们去预估了在我们国家不同的 气候变化应对政策下 PM2.5相关的心血管疾病负担的一个变化 如果我们国家按照碳中和路径发展的话 未来PM2.5的年均浓度会从2020年的37.5微克美丽方米 下降到2060年的7微克美丽方米年均浓度 也就是说如果我们积极地去应对气候变化 对我们国家来讲实施碳中和的政策 对于未来健康的收益是非常有利的 谢谢大家